欢迎收看股市任我赢 我是欣宇 我是任俊老师 节目一开始呢 一样欢迎您 把你的手机拿起来 扫两下QR Code 直接连接到我们任俊老师的 YouTube频道 那更欢迎大家 按赞订阅分享 把小铃铛开起来 任俊老师 很难熬 很难熬 怎么说 面对这个行情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投资者 该具备怎么样子的心态 还有你的操作策略又是什么 来跟大家做分享 OK好 那在操作上面 其实我送给大家一句话 花若盛开蝴蝶自来 也就是说你的买点是对的 你的股票是好的 基本上在年前这段时间 可能是一个量缩整理的格局 但是呢 在年后资金回来之后 它自然会反映它的价值 我今天用一个例子 来跟大家做举例啊 就是说过年之前呢 其实我跟两个朋友去示范嘛 一个呢 它今年的操作状况不错哦 胜率高达90个percent 那我不讲它的名字 那我把它的外号取名叫阿明 好不好 我们用一个阿明来做一个代程 对阿明 小明嘛 另外一个呢 是一个小知足 那我称之它为大人哥 它其实去年这个获利 大概200万左右 大概200万 那大家会想说 这个胜率90% 好像很厉害对不对 对 应该是赚很多钱啊 尤其是它其实资金蛮雄厚的哦 然后我就问他说 那你这样胜率90% 今年应该赚了很多哦 应该可以买好几间房子了 结果他跟我讲说 没有啦 他如果把那个股票全部清一清 大概赔了1000多万 啊 胜率90%耶 对胜率九成 结果赔了1000多万 为什么会这样 对那待会我们再来做解释 那大人哥的部分呢 他是一个小知足 他原本只有200万的资金 可是呢 他单压一档股票 结果今年 在去年这个行情当中 他赚了200万 一年啊 一年的时间 他获利200万 对 你会觉得很神奇 一个小知足 一个大户 那为什么大户 他们会赔钱 那小知足 为什么可以赚这么多 最主要原因在于说 他们的操作 想法是不一样的 怎么又不一样 比如像说 像这个胜率90% 这个阿明啊 他为什么胜率可以那么高 为什么 因为他都卖掉赚钱的嘛 他把赚钱的股票 很快就获利了解 很快就获利了解 那他是不是 赚钱的都跑很快 可是呢 留下来的都是什么 都是没有赚钱啊 在等他回 等他有上涨 回到我成本 我才卖掉啊 对 那个叫做赔钱的股票 所以呢 他会造成一个后果 就是说 我赚钱的都做短线 赔钱的都怎样 做股东 赚 想要放久一点 希望他回来 结果就导致说呢 他现在手上的库存 他全部都是赔钱的标的 就赔钱的一直赔 一直赔 可是赚钱的呢 可能他在涨的过程 他只赚一点点 可是他就跑了 你好像讲到我的心声 好像是我都是这样做的耶 一般投资人 都会有这种状况 就是说赚钱的股票都抱不住 可是赔钱的股票 都抱很脑 对对对对 就有这种状况 没错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会套在所谓的钢铁航运 然后到最后 没有办法解套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大家都还在等解套嘛 老师你真的把 我们的心声都讲出来了 真的很讨厌耶 对啊 对没错 这是一般投资人的操作做法 可是我另外举这个例子 就是大人哥的部分 大人哥他今年赚200万 可是你知道吗 他只有买一档股票而已 对 所以呢 阿明他买非常多的股票 可是大人哥 就只有买这么一档股票 那我今天把大人哥的股票拿出来 跟大家做说明 不要去买他 因为我说他获利200万 他已经获利了结了 我今天只是拿他来做一个举例而已 好 那这档股票呢 就是4927的泰鼎 那我在认识 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其实就跟我讲过 他觉得泰鼎这家股 这家工资他被低估 因为他从他的财务报表 跟他未来是车用的这个版 车用这个印刷电路版的这个 未来的这个机会里面 他认为以他当时的股价 他是低估了 60块钱以下都是低估的一个格局啊 所以呢 他就开始在60块钱以下 在这一段时间 他开始去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那他在买的时候股价没有涨哦 他都没有动哦 可是他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 一直低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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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坚守他的理念 就是说他被低估 所以未来他有反映他价值的空间 那他这样一路的收获收起来之后 在中间的涨跌过程他都不理他 他一直等到哪里 等到说他涨到了100块钱以上 他才开始陆续的获利了解 老师打插一下 这一段就是我们所说的主力的这一段 他花多久时间 他花了大概将近快三个月的时间 哎呦那三个月那么长都没有什么 对没错 涨涨涨涨的 那早就卖掉了 对早就卖掉了 甚至很多人啊 其实我之前跟大家聊过嘛 买股票爆股票 卖股票对不对 那你看哦 人家在买股票的时候 获利是什么来的 他在这一段低档的时间 用力的下去做布局 那这一段时间他什么都没做 就只是把他抱住而已 他就一路的抱一路的抱 中间可能涨10% 有涨停板 有涨10%20%30% 他都不要卖 不要管他 都不管他 最后他决定在100多块钱的时候 因为他目标价来了 他就把他全部获利了解 但是老师老师 我们这些散户 我怎么知道他一直会往上涨 也许涨到这里 我想那么久了 好不容易冒出一点头了 我就要卖掉了 所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一直涨 会一直涨 这就是专业跟非专业之间的差别 人家其实他也没有用什么很特别的方法 他只告诉你说 他价值被低估 他认为他本来心中就有一个价格了 我认为他会涨到100块钱以上 我认为他符合这个价值 所以他就下去做一个布局的一个动作 他在布局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都买过这一档股票 我相信很多人都买过 但是大部分的人没有办法把他报完 因为他在中间涨上来的时候 我就想干嘛 获利了解 可是问题是 他的股价就还没有反应完了 你就把他卖掉了 那不就是错失了一档标股的机会吗 所以老师我懂了 你的三幅画 你的松腾 包括你的训德 你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然后再 对没错 我们就下去做一个布局 所以我说我在操作上面 为什么我要大家低买 因为你唯有像这样子 低买下去做布局的 你后面你涨上来的时候 你才不会怕 那如果你是因为哦 等他涨到140块钱了 泰鼎他涨到140人 你才想要去追 最近怎样 那泰鼎就会涨不动了 所以网路上风声你是 看得见未来的 就是你都是看得见 这么一站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布局 其实我看的方向 我看的时间是比较长久的 那因为我希望说 各位投资朋友们 我们要赚钱 那赚钱要有方法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操作模式 你把它放在一起 我今天把这个两个模式 把它放在一起 你来去做比较 你就会发现哦 这是阿明的做法 阿明跟大人两个差别在哪边 他们在持股数上面 阿明的持股是非常多的 而且每天都要进出 所以他的持股上面是非常杂乱的 甚至我没有办法把他的股票拿来做说明啊 因为真的太多太杂了 那大人哥呢 他就单一 我就很简单 就一档股票 好好的下去做布局 那频率上面来讲 阿明每天都要操作 赚钱的股票他才卖 赔钱的股票当股东 对 对所以呢 他就每天在那边进进出出 进进出出 可是他留下来的都是什么 赔钱的标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赚钱啊 那大人呢 他其实没有很常进出 他是看到跌 重挫 下去布局 所以呢 当你时间一拉长的时候 你就发现哇 获利就差别出 获利的差别就出来了 所以阿明他很喜欢最高杀低 大人他是逢低来去做布局 所以你要相信 你所买的股票 跟你买的价位 就是说 我刚刚为什么一开头跟大家讲 花若盛开蝴蝶是来 你的股票是好的 你的买点是对的 只要时间一到了 实际一到了 他就帮你开花了 那你开花的时候 蝴蝶就会飞过来了嘛 到时候就会有人 帮你去做抬降 这样了解吗 所以他们最后得到的结果 就是阿明产赔千万啊 但是大人哥呢 他用200万赚了 200万 哇老师 我听了你这堂课 我觉得 真的都讲中我的心声 我相信很多投资人 都有这样子的问题 那我们本身也是散户出来的 我以前也是跟阿明一样 大部分人真的 我觉得发现散户 百分之七八十 都是在这个地方 对不然是你多专业的人 我告诉你 就算你 其实我以前啊 刚开始做股票 我也都是用这样的做法 认为我应该要短线跑一趟啊 然后有赚钱就赶快跑啊 可是你在你卖掉股票之后 你会发现到哦 为什么你卖掉的股票 通常都是涨得比较好 未来的获利空间都是比较大的 这就是中间的一个差别了 了解了解 所以你在操作上面 我一直强调 你不要急躁 我们要等待好的时机 好的买点 来去做一个切入 来去做一个工具 太棒了 太棒了 所以你看哦 我把整个结合在一起之后 我跟大家讲说 第一个 我们在操作上面 一个赢家 跟一个输家的差别在哪里 赢家呢 他买错股票 他跑得很快 对 那他买对股票 他报得很牢 所以你买错了 今天我有做错的时候啊 老师有没有错过 不可能没有错 一定会有做错的时候 那你做错的时候 你赔多少 你做对的时候 你赚多少 那个才是重点 所以呢 买错股票你要跑得快 买对股票你要报得到 没有人是神哦 一定都会有买错股票的时候 那你在进场之前 你就要预设好退场的机制 你今天设定好 我这档股票跌破多少 我要出 那你要先把它放好 你要先把它设定好 因为为什么要去做这个设定 当你真的跌破那个位置的时候 你都已经是低买了 他还跌破 那就代表他整个格局都会改变 然后格局改变之后呢 你会小赔出场 那你小赔出场没有关系 下一档再赚回来 可是如果你不出场的话 或者是你等到匆匆忙忙的 才去想说啊 我这支股票要出 那你就是没有计划 那没有计划 你当然就会怎样乱掉 那你一乱的话 你的股票你就会卖不掉了 所以呢在第三个 你的资金配置一定要同等分 你不是说今天赚钱的股票买很多 赔钱的股票买很少 那你在进场的时候 你不知道哪一档股票 会是你大赚钱的 不是说你今天基本面很好 它就一定涨得比较快 基本面不好 它就一定涨得比较慢 而是说哪一些股票 开始有人要拉抬 所以你的资金配置 一定要同等分 所以你把这三个原则抓好了 我相信在股票市场里面 你一定可以取得长期 而且稳健的一个报酬率 这就是以上我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操作上的一个心法 太棒了 我觉得这真的把散户的心声 都讲出来了 尤其我自己也是犯的 这样子的错 所以我们在操作上面 我就希望说 其实我们也是按照这些原则 再去做一个布局 所以包括我们在买股票的时候 像我之前跟大家谈的 迅德 迅德 他是台积电自动化设备厂商 可是我跟大家谈的时候 他才109块 110块钱不到 那你在跌下来的时候 你不敢买 那你等到涨上去的时候 你就只能去做追价 所以当时在买迅德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说 不要追 昨天创新高 我说创新高 他会来做回车 乖离过大 他一定会来做收敛 那你在低档你有买 像我们买了两次 108.5元买一次 111块钱买一次 那你的买点都是在这种低低的位置 涨上来 你就不会怕啦 对不对 但是呢 有人是昨天去追啊 那你一追 今天就刷下来 就很糟糕啦 那你说 就算他未来再好 就是他是一家好公司 结果买点不对 未来就算他创新高 结果因为 你买在128块 然后呢 创新高上去之后 你可能赚一点点 就会想跑了 就没有那个耐心 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所以 选股很重要 买点也很重要 然后你要怎么去抱他 然后取得一个大波段 获利的空前 这样了解吗 了解 这是讯德的部分嘛 包括就是说 当时在买 诶 扣讯 都有给大家看嘛 所以真的跌下来的时候 像这个位置 哇 跌下来了 考验人性啊 真的是你敢不敢下去 做切入的问题而已啊 那你看得到嘛 我就说 他的未来的前景 我们都经过的评估啊 我们都了解说 他未来的状况是怎么样 可是股价的涨跌 他是一时的 他不是说 我今天买的股票 他就一定会喷 那我也不需要我的股票喷 我要他温温的涨上去 因为这样才不会吸引很多 过度的融资进来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两次的买点 我们都是买跌的 所以这样涨上去 就算今天回档 我们都不会害怕 就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然后包括在松腾的部分 像我们那次买的在69块钱 69.9 后来77.2元加码 对不对 那我就讲啊 这样上来之后 来到96块钱 他会去做一个回档 可是回来下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低档布局的 我们有多少获利空间呢 大概快两成的空间了 大概两成的空间 所以呢 我就不会怕他这样回档 因为我不是追这里 对 那你回来的时候 再买啊 再下去做布局啊 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谈的 像那个泰鼎 就像那个大人哥 他买泰鼎 他是在回来的时候布局 回来的时候布局 回来的时候布局 那他真的开始反映 他的价值的时候啊 他在这个位阶点上面 他才去做获利了结的动作 那我认为他的价值 还没有反映完毕嘛 所以呢 就他股价跌下来的时候 我不是想要去卖他 而是想要说怎么去做一个 加码的一个动作 那你的买点只要是对的 他以后创新高了 在往上攻的时候 你才有钱赚嘛 是 对啊 只是大部分的人 跌下来都会怕啦 真的都会怕啦 这很难去克服人性啦 对啊 所以我说松腾 未来还有机会创新高 但是呢 你要买啊 但你要买 你要怎么买 趁大家最害怕的时候 下去做布局 那包括这个 像我们在买这个 和论的时候 我说他是绿电加金融 那我说钱 现在有点跑到金融股里面去了 那包括今天的国泰金啊 富邦金都创新高 那我没有去买国泰金 我也没有去买富邦金 我相信今天你看很多 市场上专家的节目 都会告诉你国泰啊 告诉你金融 但是我为什么会去买它 因为我那天跟大家讲 他有绿电 他也有金融 金融嘛 所以呢 当你的绿电加金融 这里又有量占比 开始从800 跳升到200 有没有 这里哇 大量的资金来去做布局 钱早就已经在布局了啦 那你不是追高 你是要回来的时候下去接 所以我们买点在这个位置点上面 今天创新高上来 来到114块了嘛 所以呢 你的买法 你的选股是一回事 你的买点是一回事 还有重点在于说 你要怎么去爆好一档股票 那真的 还没有反映完它的价值之前 你们不要 就是不要太急啊 不要太急的 把你手上的 获利的股票给它出清掉 对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说明 哇 感谢我们看见未来价值的男人 谢谢任君老师 真的把我们散户的心声都讲出来 而且老师的操作策略呢 也说得非常清楚 所以跟着老师 在创造下一个三幅化 松腾还有训德 所以呢 您还是要把手机拿起来 扫一下QR Code 这是信仪的 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扫QR Code 传个贴图给我 然后跟我在Line里面告诉我 然后最重要的还是您要 按赞订阅分享 把小铃铛开起来 有任何的讯息都可以 第一时间来跟您做互动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 那谢谢大家的观赏 那祝大家操作顺利 明天见啰 拜拜 拜拜 运达投顾 新年新气象 古年抢豆香 古古身风大领红包 358 让您今年一定发 358 运达投顾 让您今年一定发 说破专线 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补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 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顾 新年新气象 古年抢豆香 古古身风大领红包 358 让您今年一定发 358 运达投顾 让您今年一定发 速播专线 02 27810909 27810909